索娜加交响音乐 索娜加爵士乐 索娜加摇滚音乐 中国首位索娜博士生刘文文 呈现的东西方音乐对话 走入人们的视野 2017年 刘文文在悉尼哥剧院 与墨尔本交响乐团合作演义 百鸟嘲讽 一改索娜土味形象 让人们重新认识索娜 此后中央音乐学院 上海音乐学院相继招收索娜博士研究生 无人考取 直到2020年 刘文文金榜提名 中心设计者近日走进 刘文文的练习房 十几个大大小小的索娜 摆放在两排置物架上 几盒跌落的哨片 带她筛选 索娜的脾气特别大 而且她很难拿捏得住 尤其是在舞台上 可能我们在台下练得非常好 但是你在舞台上 你会紧张 你会激动 所以这个都会影响我们的气息 比较空的时候 每天我觉得也要保持五六个小时 如果真的是要准备音乐会 那么最起码每天要十个小时 刘文文说 很多人片面认为 索娜音色尖锐 是最土的民间乐器 演奏者似乎必须穿花棉袄 扎两个小便 涂高原红 其实索娜可以被赋予更多新内涵 作为世界双黄管乐器家族议员 索娜既有民族特色 也有世界属性 其实在最开始 我跟交响乐团的这种合作 其实也是没有那么融合的 首先就是我没有经验 因为我的乐器 可能它本身的这种音量啊 音色啊 就是比较高亢 比较嘹亮 可能在这个不断的舞台实践中 我也在不断的去改变自己 去摸索自己 反而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不光是音色上面 包括我跟乐队的配合 包括肢体上的语言 其实有很多的讲究在里面 作为乐器中较小的门类 火出圈的索娜也被音乐界关注 刘文文感受到 越来越多的作曲家 愿意了解索娜 为其作曲 那么现在很多作曲家都愿意来了解我们所的 年轻的作曲家 他可能就会写很多 律动比较强的 那么中年的作曲家 他又可能有他自己的风格 可能比较先锋派的 比较现代的 那么年长一点的呢 他可能又会去挖掘很多 中国传统的一些元素 比如说戏曲的 其实有太多太多可能性 只不过我们现在 可能慢慢的再去探索 希望能够把索娜更多的可能性给发挥出来 出身索娜世家 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第二代索娜教师 传承是刘文文的天然使命 其母亲刘洪梅是索娜喀系第十二代传人 父亲刘宝斌是小童索娜的第七代传人 书伯们则各有绝活 回归本真 回归自我 就是我还是要回到民间 回到索娜最开始的地方 去采风 去挖掘整理 以前我的老师 是寒暑假带着学生 到各地去采风 那么现在我作为老师了 我也想带着我的学生 到民间 我们要趁这个时候 赶紧去挖掘 然后去整理 用我们的现在比较学术性的语言 把它传承下来 刘文文还有个大计划 将文所未文索娜音乐会 进行国际巡演 他希望把索娜传递出去 不是作为整场音乐会的亮点 而是作为焦点 传统的 当代的 跨界的 等等都要有 把索娜365度 无死角的传递给世界观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